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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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正想做释迦牟尼徒弟 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佛门弟子 这样的人并不多 什么原因 就是大家的贪嗔痴 疑慢心 没有放下 贪心不除 嗔恨心不除 愚痴愚昧心 不除 我慢心不除 怀疑 怀疑释迦牟尼 关于宇宙事项 生命事项 这个的圣意 这个神圣的佛教教义的人 不多 都是怀疑 只是说教 而并不知道释迦牟尼所说的 是关于生命之实相 宇宙之实相的真实教义 那么有些人入了佛门之后 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 不知道真我是谁 不知道此生最终究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是叫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修修停停 一会儿要成佛 一会儿又要世间的明文立养 不肯放舍 这个虚幻的 不究竟 不圆满的追求 在世间追求钱财 追求地位 追求这些 十素人所追求的一切 这个成佛和做凡夫 是两个方向的路 没有可能你既是一个 什么都有的凡夫 又是一个真正成就的佛陀 所以大家特别要重视 你方向要选对 方向选不对 你在错误的这个方向 勇猛精简 只能背道而驰 你真正究竟圆满成佛 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今天我们 我们要开始一堂课 什么是菩萨 什么是凡夫 一定要大家知道 对圣者有一个终究的认知 这样你才知道 此生 你要终究追求什么 要怎么去做 在释迦牟尼的教法中 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大乘佛教 南传不派佛教 显宗这个部分 丢失的特别严重 基本上是玩文字译的特别多 讲经说法 是讲经不说法 法是什么 法是成就成佛陀 成佛陀 算的技术方法 你只讲经不说法 只玩文字译 不能让大家见到真实译 那么这个就误导了 真正学佛的人 所以随着时空点的转移 我们有必要让大家真实认知 这个成佛之路 到底是怎么一条路 所以是基本上 我们就用三组词来描述 一个就是空明 一个就是空色 一个是空碑 什么是空明 空明就是 我们所生存的法界 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的一个空性的明体 所以是你自己的发生 你自己的本来面目 父母未生我前的本来面目 和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和一切圣 所有的本体是同一个本体 这个就是空明的发生 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不但你的本来面目是这个样子 释迦牟尼 包括这个阿弥陀佛 包括过去古佛 所有的猪 猪菩萨 猪阿罗汉 声闻圆觉 还有蚂蚁 六道的众生 我们的本体 都是个空性大明的 金刚不坏的 这样一大实相 当光有空明不行 虽然叫发生见 是本来面目 但是你只证到这个 叫顽空 你知道一切本空 一切本明 你也证入了这其中 但是你不能利益其他众生 所以是 你不能真实地成就 报身 报身是在这个肉壳身 大家现在都有一个肉壳身 在这个肉壳身 要裂变 什么叫裂变 我们拿这瓶水来说 发生 就像这个瓶子里装的水 那这是发生 你把瓶子裂开之后 水会洒得到处都是 但是尽管洒出去了 还是发生 因为是什么 透明的 那么报身是什么 报身是裂变之后 有一个体不坏 有体不是无体 那这个体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瓶矿泉水 在冰箱里快速冷冻 冷冻之后 你再把瓶子的外壳切掉 大家看到的就不是 到处蔓延的水 而是一个什么 透明的冰陀陀 这就是什么 巨子能成形 十速众生 是你有发生 聚不起来 成不了形 不能成金刚不坏身 是有成就金刚不坏身的原材料 但是你没有修成金刚不坏的 能聚合起来 而产生妙用的身体 说是你是凡夫 你只有发性 只有这个裂开以后 到处都蔓延的水 你有这个发性 有这个发性 那么你可以流转在六道 变成六道轮回之身 因为你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你没有炼成 只有炼成金刚不坏身的人 才不会再去六道轮回 所以这就是炼 炼钢的炼 一个火子边 和不炼的差别 那么密法 无论是东密 唐密 还是藏密 还是原来的印度 最古老的瑜伽树 它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方法 由法性炼成金刚不坏身 这个体 这个叫报身成就 报身成就 所以今天我们在南传布派佛教 和显宗大圣佛教里面 很少见到 有哪一个大德 无论出家的大德 还是在家的大德 来向大家宣讲 金刚不坏的报身 如何炼法 那么包括现在的密宗 特别是在藏传佛教这个体系 那么我们也很少看到 有师父出来宣讲 换身炼法 什么是换身 换身 肉身是一个换身 你现在照着镜子 看到自己的身体 它是一个换身 虚换之身 什么叫换呢 换就是因缘 济合而成的身体 这个叫换身 可是你的身体 是父母的精和血 BNA是你组成的肉体 有细胞 有心肝脾肾肺 那么有躯壳 有皮肤 组成的一个换身 这是因缘 去合而生成的身 当这个因缘坏的时候 当我们此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这个换身会化成土 会烂成水 会烧成灰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叫换 梦幻的换 换身 这个在我们密法里叫 不净换身 不干净 为什么不干净 你们每一天不洗澡 身上就臭红了 能叫它干净身吗 但是以前有一个老和尚 他是从自己得到之后 几十年从来没洗过一天早 一身衣服 他们出家人只有三衣 所以几十年没换 但是只要靠近他的人 闻到的都是特别清香的 像檀香一样的味道 不用洗澡 我们现在这些众生 你不要说 一个星期不洗澡了 你一天不洗澡 你回到家 你就睡不着觉 为什么 浑身酸臭酸臭 这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净 不干净 叫不净换身 也是一个身体 但是是虚幻的 好用的好一百年 用的不好几十年就坏了 就要换了 那么第二种换身 叫净换身 净换身就是开始 和这个不净来比 开始干净了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气身 由气组成的身体 这是在密宗的圆满次第里面 修气脉明点 由内在的清纯的气 组合而成的气身 这个是对于不净换身来讲 它叫净的换身 这个气聚合起来 可以出体 但是这个气呢 聚合起来成体 能够出体 但是它离不开地球 地球上去以后 大家知道 这个地球才有氧气氢气 你用气组合的 你一旦离开地球 到了太空 它叫刚风 地球的风是 不像我们人间的风一样 地球外太空的风 不像地球的风一样 有这个感觉有风吹 大风吹 七级八级风 但是你离开地球外的大气层之后 叫刚风 刚是一个四 底下一个正 叫刚风 它是不见这样的 吹来吹去的风 但是你上去什么东西 它都把你撕裂了 就整个人就撕裂了 所以这种 你气身到不了外太空 你不能够静虚空变法界 虽然是静神 甚至是可以出来影子身 这还是一个换身 但是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必须借助我们的肉壳身 这个形体来练这一层的身 只有这一层的身 气脉 明点都通了以后 第三层叫光身 叫光陨身 光陨身 那么用光形成的身体 是比气 它的密度 它的行军速度 行驶速度 更快 大家可以以光速行驶 那么这在传统叫神身 一个叫气身 一个叫神明的神 神身 所以在传统我们这个密法里面提到原神 玉神 圣神 那么这个身体可以穿越 这个原神可以穿越 玉界六重天往下的世界 这个包括了这个玉界六重天 再往下的阿修罗界 人界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这六道 它可以穿越 并且六道众生 心静的时候 可以跟它沟通 可以跟它的叫 跟六道众生的神识身 而沟通 不是跟它的着重身沟通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原神身 原神是光做 但是因为它的次第 不是很高级 所以它不能去色界天 色界有十八重天 所以是在这个 这个换身的帮助下 光允身的换身的帮助下 那么可以更提高一个叫 玉神身 玉神 玉是玉石的玉 这一层的换身 这一层的换身 因为它的这个 已经是透明的 所以是 它没有余望的染物 所以它叫色界天的天生 色界天的天生 色界天的天生 那么它就可以去色界十八重天 包括光阴天 光阴天是我们这些地球人 原本生活的一个空间 我们原本是由光组合的身体的 所以是你们看到仙女 都是穿的那个 沙衣 透明乳白 那么沙衣 透明的 那么象征着是光组合的身体 在中国文化里面叫飞天 它在天上是以飞的形式运动的 不是像我们地球用两条腿走路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另一层换身 那么但是这一层换身 不够广大圆满 所以继续修广大圆满换身 那么就是叫圣神 圣神换身 圣神换身 它可以去司空天 空无边处 降无边处 飞翔飞飞翔楚天 这个总共是司空天 就是色界司空天 是不是 色界司空天的众生 有明身体 有身体 但是它大 近虚空变发界 但是它还有威系的 我直 没有放下 它执着有一个我 所以说 那么它还在什么 还在这个六道里面 虽然是天界最高天 四空天 无色界天 但是还是有身体的 所以这个天人身很大 那么我们的圣神身 换身 这个用光做成的换身 可以去到这样的世界 那么在圆育圣 三神身 这个换身的帮助下 我们才练成 真正的金刚不换身 就是出了六道 神和法界 静明身 圆满合一之身 这个就是 叫自信佛身 自信佛身 也叫圣应 圣应 不但中华文化叫圣应 那么在西方基督文化里面 也叫圣应 也叫圣应 那么在传统中国的 道文化里也叫圣应 那么只有圣应身 成就的人 这个在宗科巴大师的 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中 后半部 几页里面 专门地 擅述了换身 换身 要练到五岁同身 你们家都有过五岁的小孩子 五岁的孩子的同身不坏 五灵同的同身不坏 这叫圣应身 在这个身体 在满满地成长 成就法界 罗汉身 声闻圆觉身 那么菩萨身 佛身 这个是在我们密宗道次第广论中 后半部 只讲了几页 关于换身 那么但是 宗科巴大师在这个细节里面 特别强调说 前面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修菩萨道的菩提道 就是属于理通这个部分 后面是密宗道次第广论 叫视通 理通就是你懂了那个道理 成佛的道理 成菩萨的道理 视通 是你真能做出来 你懂得泡咖啡 那你给了你水 给了你咖啡 你泡不出来 这个只通理 做不成事 你先要懂得怎么泡咖啡 然后 在能够给你材料的前提下 你又泡成了咖啡 这个叫视通 就是视上你能做到了 所以我们知道 有阿罗汉 有菩萨 阿罗汉是怎么成的 菩萨是怎么成的 这叫理上通 甚至大部分佛教徒 连理都不通 那你不通理 你世上怎么做出来 怎么成阿罗汉 怎么成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大家接触的 佛教乌颜瘴气 到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壮 大家都被误导了 太多了 什么是佛教 阿弥陀佛就是佛教 想起来念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佛教 要成佛 要成菩萨 这是佛教 怎么成菩萨 怎么成佛 不懂 我们叫不懂 人家叫普通 掉水里去了 你堕落了 你表面是你佛教徒 你普通掉下去了 掉到六道轮回里去了 又落水了 又落六道流里去了 所以你不能不懂 你只有懂了 才能不普通 否则你就普通掉下去了 这是一定要搞懂 搞懂就要求明师 日月的明师 这是你们修佛法的第一 第一个障碍要突破 这个日月明师 不是名气大的老师 是能够教给你 礼仪上怎么快速的通 不要说跟这个师父 听了十年二十年经 还没搞懂佛教 你冤枉了 你走错路了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老师 因为他讲着你不懂 但是你为什么还跟他 因为名气大 名气大 这是有名的老师 但是这个没用 为什么 跟你不应激 不能说人家这个人不是名师 这个人不够厉害 是你跟他不相应 因为你听了十年二十年 你还没搞懂 你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什么 你要找一个能够快速的懂的 按老师一说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你明白了怎么泡咖啡 是不是就完事了 不是 你要去学着做咖啡 越做越香 越做越好喝 越做越精道 比别人更厉害 这非得靠技术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实证 真正的实证 这一层叫换身修法 换身修法 从不静换身 如何去除五脏六腑的毒气 心肝脾肾肺里的毒气 六字弃绝的修法 如何修通气脉明点的修法 那么这些我们都相关的课程 系列课程中 都在不停地引导着大家 大家 但是特别特别地 懒 一个lazy了得 你们英语叫lazy是吧 lazy girl lazy boy lazy man lazy woman 完蛋了 一个懒斗 一天当晚 二十四个小时 没有多少时间 用来实证佛法 用来实修佛法 你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 很笨的笨蛋 因为你这一辈子来 就这么一件事 你居然不把它干好 和生死不相干的事 你倒天天在用心 天天在玩邪魅外道 所以说是没有智慧 界定会学 为三根本学 我们要通过界律的信手 然后 使自己能够得定 得正什么他 得定叫空明 在空性里面 见明体 真正在定中 见到无人无我 一片大光明 那这叫真得定 真什么他 正什么他 得定之后 你就开会了 真正拥有智慧了 才发现 原本我们本来都是佛 我们不是凡夫 凡夫是因为我们迷失的 染污了之后 才变成凡夫的 我们本质 原本都是发生如来 这开智慧了 你既明白了空明之后 你就要完成 后面的两步修法 一个是空色的修法 一个是空碑的修法 空色的修法 就是再造新造万法 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水晶界地 上面是金绳界地 宝树成行 亭台楼阁 金碧辉煌 这是从空明的法界中 要以阿弥陀佛的愿力 因为他享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来接引众生 这叫愿力 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他有这么个愿望 他能否已经积攒了 这样的原材料 你要盖极乐世界 你要有水晶 你要有黄金 你要有七彩 五彩的宝贝 宝树成行 你要有这个 红宝石 蓝宝石 你要有数不清的 无量黄金 才能盖厅台楼阁 你要有八宫的水 才能够建七宝莲池 所以一切的一切 这些物质 是空明法界里的色 叫空色物 是透明的 那它是什么 它是德行 它是德能 它是功德海 用功德海换来的原材料 你家里要盖房子 盖一个别墅 你要有砖头 有木材 有钢筋 有混凝土 你没有这些原材料 你想盖楼 只是空中楼阁 你必须用钱财 去买的这些原材料 你才能盖成楼阁 是 极乐世界 要建成义正庄严 也要有这些原材料 也要得到这些原材料 必须有足够的资财 法财 这个钱是什么钱 功德海 功德金 是你的功德变现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建立的无量功德海 有了这样无量的功德 换成的建筑材料 是黄金 是水晶 是宝石 是七宝莲池 是各色莲花 八功德水 这是大家不要玩虚的 我们这一生 就要开始建立功德海的概念 功德金的概念 所以我们此生 大家现在还都不错 混得不错 还活着 官兵也没找上你 你还没死 你还活着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么全世界死了 几百万人 没轮到你 你还活着 这是功德照着你 诸佛菩萨照着你 祖先护着你 这也是功德力 你才活着 那你还有钱赚 吃喝拉撒都不缺 这也是一种福报 那么今生把福报 要赚成功德金 赚成功德海 不留在这个世界 而去用来建立自己未来的净土世界 接引众生 在净色界 在色界天的顶天 叫净居天 已经不是天界 它是圣者的法界 圣者生存的空间 你所有的东西 要存到那个地方去 变成黄金 变成水晶流利 变成宝灯 变成这个 将来你在那个世界 建立停台楼阁的建筑材料 此生功德圆满 使成佛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吃喝用 手中的钱用来干什么 存到功德海里去 存到自己的净明法界里去 这个在现代物理学里面 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功德间 用在普度众生这个事业上面去 那么在未来的净居天里面 你的世界就库房里面 显现变现出了大量的功德物 将来要用这个功德海的 生成的建筑材料 去建立自己的世界 因为你们将来有一天都要成菩萨 都要成佛 所以不要空过了此生 悟过了此生 凡夫地 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的世间财富 世间的名利和地位 换成功德经 是实在是一件大冤枉的事情 他们换成了六道轮回的资本 去极端的享受 极端奢侈的腐败 结果都变成了欠债 在这个世界你以为你拥有 十几次你浪费了 浪费了就变成欠债 欠债就要还 所以是就在六道里面去轮回了 这是一件十分冤枉的事情 所以是希望你们这些 已经觉醒的人 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不要再稀里糊涂 明明可以把它变成功德海 变成功德街 而极端的浪费作恶 都把它变成百年之内浪费的东西 你把它建成豪华别墅 百年后这个豪华别墅 依然在地球上 依然是一种浪费 在另外的世界 你的功德海里并没有这一个账 并没有这一笔钱 甚至大家要重视 在六度修行中 投资道德修行中 特别重视布施 这个布施包括了财布施 法布施 法布施是能量布施 然后这个无为布施 这些布施可以变成功德海 可以变成你未来 金刚世界里的建立金刚地 金刚墙 金刚床 金刚殿的建筑材料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了 我们修幻生 原神的幻生 通六道 通玉界天的幻生 四界天的幻生 玉神神的修炼 原神神的修炼 是四空天的 无四界天的幻生 最终要成就自己的金刚 不坏的 这个金刚身 那就是出了六道轮回的 罗汉身 出了六道轮回的菩萨身 出了六道轮回的佛身 所以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圣诞 这个在法界 怎么诞生出了一个地藏王菩萨 那是地藏王菩萨的金刚不坏身 成就之日 就是他的圣诞 他不再有生死轮回 这是报身成就 也就刚才讲 每一个人都是一瓶矿泉水 当你死的时候 身体裂变了之后 凡夫是满地鸡毛 一地清水洒了 我们圣者修道 要金刚不坏 兼顾此明体 要有空中生处的明色 这明色是红的透明 黄的透明 白的透明 绿的透明 红的透明 的透明五色 五方佛色身 来建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所以大家不要稀里糊涂 你建起的金刚不坏身 当你此身 此身肉体 陨落 烧掉 裂变之后 在法界 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张不生 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你 这就是报身成就啊 这是释迦牟尼 这个到人间来所传的原始的佛教 不是现在搞的什么 整天听经 听这个经 听三百六十天 听那个经三百六十天 浪费时间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讲经说法 现在是讲经不说法 很多的这个法师乱讲一通 你听了一辈子 啥也没得到 听了一辈子也不会泡咖啡 你浪费了此生啊 这叫邪师说法 什么叫邪 邪师不正 正是一定要引导你金生成佛 金刚不坏身 金生成报身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那么多佛弟子 成了金刚不坏的阿罗汉 成了金刚不坏的活着的菩萨 大家去看看 当年释迦牟尼教学的成果 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佛教界的成果 既然没有几个成就的大德 真正得到金刚不坏身 有些人说我的心已经如如不动了 对不起 那个叫金刚心 心如如不动了 心在明体中安住了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金刚身 有金刚心是第一个层次 但是不是究竟的结果 要从金刚身 再找技术方法 修炼这个坚固不坏的报身 句子能成形 金刚不散 金刚不坏的报身 这是修行 菩萨道的 很关键的修法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要重视 祭此肉身成道的方法 还原释迦牟尼在世时候的原教义 把释迦牟尼当时教徒弟 教学生的方法恢复回来 那么使遍地金连开 在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时空中 来一个全新的新时代 还原释迦牟尼的教法 那么号召大家 借此宝贵的人身 人身这么难得 我们必须珍惜这个人身 在此生成佛 即便此生不能成佛 也要在七世成佛 就是接下去 第二世我还转人身 第三世还转人身 连续七世我也可以成佛 这个方法 没有失传 已经完整地传承到了今天 所以大家 要重视什么是菩萨圣诞 菩萨圣诞 不是说菩萨 这个得了一个 这个叫圣诞 这个叫圣诞 是得到了金刚不坏 圣的圣诞 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才胜受无疆 所以释迦牟尼 真正成佛的时间 是在双灵树下 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叫赌明星而悟道 那个时候 只是看到了明体 悟道了什么是发身 那么他悟道了以后 他就去传道 传道中积累功德 功德圆满 最后成就了金刚不坏身 是在双灵树下 涅槃 究竟涅槃 而成就的佛神 那就是金刚不坏身成就的时候 怎么成就的 功德圆满 是成佛 他那一世 该教化的众生 都教化完了 该做的功德海的事情 做完了 他就成就了 就是我们今天佛教界 有一个误会 释迦牟尼什么时间成佛的 菩提树下 赌明星而成佛的 不是 那个叫悟道 赌明星而悟道 你要赌经中的圆句 悟道了才能去传道 传道 授业解惑 做人的诗 做天人诗 做六道众生师 然后功德是圆满 圆满了 终究成佛了 是在双灵树下 涅槃 而究竟圆满 成佛了 功德圆满了 大家有了金刚不坏身 才能够去真正的传道 没有金刚不坏身的时候 你传的什么道 所以在获得金刚不坏身之后 去传道 这个过程 这个叫空碑 刚才说 用空色来聚成自己的 金刚不坏身 这个属于佛法里的空色 这个部分的教法 那么今天显传佛教 即没有人讲到空色 讲新经的时候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讲不下去 胡扯一段 不懂的是空里面 要显明色 叫空色不二 叫空不易色吗 空不易色 就是空里面和色 是不是要同时在 叫空不易色 是不是空明里面 要有显色 要有显色 显色能心造 用此色心造 才能造法完成 才能造自己的金刚 不坏身 所以这是空色法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显宗不见有人传承 有人来讲 密宗 很多大德在这个地方 也是丫口无言 这个在密宗里 正道空明的很多 第一个层次 发身件 他用特别的方法 安住于发身 安住于空性明体 这个确实 当今世界 还有很多这样的上师 无论出家的 还是在家的 有这样的师父 但是讲到空色 这个部分的 很少 少之又少 几乎不见 有大德出来宣讲 那么 讲到空碑这个层次的 就更不见了 为什么 大家都是讲碑 不讲空 因为你没有空色 你没有空色力 你不可能真正的空碑 什么是叫空碑 空碑是空色明体里面 因要度如梦有情的 大悲心升起 而能使用空色 救度有情 所以你没有第二层次的 空色力 你不能够像菩萨一样 真正的救度有情 你就不能真正的空碑 说 我也在行大碑 然后人家没有饭吃 我给钱 这个不叫空碑 这个叫慈碑 也不叫大碑 大碑周边的大 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空性明体为大 什么叫大碑心 就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明体里面 行碑心叫大碑心 你连空明之体都不得见 连空色之力都生不成 你怎么能够真实的空碑呢 举个例子 大家修六字气诀 自己烦恼了 情绪起来了 要发脾气 修六字气诀 你们不发脾气了 不发脾气了 这是什么 这是自用 自受用 我通过老师教的 师父教的这个方法 我自己不烦恼了 有烦恼的此案到达了 不烦恼的彼岸 利乐了自己 当一个人 他不修六字气诀 你见到很烦恼的时候 能不能让他立下不烦恼 他要怎么做呢 你要用空色力 你要用空 首先他的身体要空 你的身体要空 在这个里面 他的肝里面的气是欲结的 是阴木的状态 你能否用法界空明的氯气 氯光 透过他的身体 直接作用他的肝脏 使他的阴木 施木头变成肝木头 肝木头变成明空的绿色 他如果无陨皆空 照见无陨皆空 度一切苦恶 他心肝脾肾肺里面的 五脏气都达到 透明的绿色 透明的红色 透明的黄色等等 那么他就没有烦恼了 你就真正的利乐 有情了 这就是什么 空碑力 那你必须能够调动 法界空明色 你才能 并且把他的身体光空 你才能够使 外法界的空明色 透过他的皮肤 透过他的脏腑 进去他的五脏 瞬间使他的五脏的阴阳 产生变化 变成透明空色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什么 苦 他瞬间什么 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这就是空碑 这就是空碑 使他一个凡夫 能由执着 放下执着 变成空 变成明体 谁的功劳 菩萨的功劳 谁是菩萨 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菩萨 什么是活菩萨 能做成这件事的人 他就是在人间的活菩萨 活菩萨不是你们在空里拜的活菩萨 是真正有这种空碑力 空色力的 大德 无论是出家的 无论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 他就是活菩萨 他就能救苦救难 他就能真实的利乐 有情 所以我们真正的 我们这个平台的教学 就是教给你们这样的理论 教给你们这样的方法 我们每次法会都有一个正圣灯 正明灯 我们今天是送地藏菩萨的明灯 常明灯 在六道里送 六道里都有地藏王菩萨 六道众生都有明 什么叫都有明 都不明 不明心 不坚信 所以还是六道众生 你即便是天道众生 你也需要破幽明 不是只是我们人道众生 或地狱众生 恶鬼道众生 需要破幽明 这个要大明大白 叫真实的明心见性 所以你要赠地藏菩萨的心灯 到众生的黄庭 心中心里面去 你把你自己手中的 有色的灯 画成无色的灯 画成空性的明灯 空性明灯里 还真要有空明力 刚才说要有空色力 真能画出来 你光凭大脑不行 所以借助法界 做法会的 诸佛菩萨来的力量 就很容易去做到这一点 那么把这个 赠画成千千万 赠给你的 过去七世的父母 今生父母 无论他活着 这个还是死了 都赠灯给他 众生兄弟姐妹儿女 都赠灯给他 无论死活都赠灯给他 法界一切友情 过去世的如母众生 都赠送明灯给他 赠明灯的目的 只有一个绝有情 让他明心见性 见自己的本来面目 然后这是佛灯赞 在这个里面 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在各道里面 相安无事 在各道里面 只有享乐 利乐有情 没有痛苦 没有不安 同时要觉醒他们 不要再迷灯了 要明心见性 要去极乐世界 要去成就圣道 度自己有缘的众生 这叫空悲 不是每次法会 就在那哭啊哭啊流眼泪啊 这是不是悲 是悲 是凡间的悲 不是大悲 大悲一定在空明里面 不自觉地流眼泪 那眼泪滚烫滚烫 是因为你的心里面 热乎乎的 用滚烫的泪 去忏悔自己的业障 但是在 悲里面 自己心不动 这叫空悲 不是这个悲的不得了 看见个蚂蚁也在那哭 看见路边死了一只鸟 也在哭 这不是空悲 这是悲魔入先 要注意 有一些学佛的人 见到什么都哭 可怜可怜 这叫悲魔入先 已经染了 已经执着了 不是真正的大悲 不是真正的空悲 地藏菩萨 是诸大菩萨中 和我们有缘的 很重要的一个菩萨之一 释迦牟尼 在道立天光 为母说话的时候 自己知道 将不久入涅槃 肉身不在人间 这个 他到别的佛果 再度有缘众生 这个娑婆世界 在他源济 涅槃之后 要很久远以后 才会 有下一尊佛 叫弥勒尊佛 来下生 弥勒尊佛到今天 还没有下生 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的漫长的 无佛注视的时候 我们这些 未觉醒的众生 由谁来教化 由谁来科护 由谁来做众生主呢 所以在道立天空 地藏菩萨本院经中记载 释迦牟尊佛 将我们这些 最苦众生 托付给地藏菩萨 在弥勒尊佛 降世之前 呵护众生 是众生不堕 三恶道 能够出六道轮回 一生成佛 地藏菩萨老人家 很辛苦 为什么 他答应了释迦牟尼佛 说是 堕地狱的众生 他把他 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救度上来 可是他让人家看到 这些众生 不是可怜 是很可恶 为什么 瞬间就忘了 在地狱里受到的痛苦 在人间 回到人间 又作恶作丹 回到六道众生 又不珍惜 自己的 三善道的福报 瞬间 又堕取地狱了 但是他老人家 不舍众生 不像我们人间 怨恨 嗔恨 他没有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再次把你救上来 是我们这些 刚强难化的众生恶心 我们居然在大菩萨的 一次一次的帮忙下 我们还在 不要脸的堕落 来到人间 又犯罪恶 身口意 三叶 身作作 恶业 口言说 妄语 然后 意念不尽 自尽其意 做不到 所以是身口意 三叶 又再犯下极大的恶业 又堕到三河道去了 但是地藏菩萨 实在让人感恩 他就还是不停地救度 还是不停地救度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地藏菩萨的圣诞 你知道圣诞是他的报身 三身成就之时的圣诞 有人说 为什么定在这一天 因为是鬼门要关 这个地藏菩萨的恩德 让大家记住 幽冥教主的身份 让大家记住 记住的前提下 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 要觉醒自己 觉醒众生 叫自觉 觉他 觉什么 要觉在明空里面 见自己的自性明体 引导众生 见自己的自性明体 然后进一步地修学 空色之法 进一步地妙用空碑之法 急功累得欲人间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年 特别安排了地藏圣诞法会 以后我们每年成一个惯例 因为我们实在 看着地藏菩萨这么辛苦 我们于心不忍 我们希望借助地藏的圣诞 能够觉醒更多的众生 同时觉醒我们自己 不在迷等 一定要修空明 修空色 修空碑 大家在心里记住这三空 空明 空色 空碑 理论上要通 这个方法上要学会 这样我们才能在今生 极力足够的功德力 才能够今生拖六道轮回 不是大家有这么个愿望 什么是佛教 念佛 阿弥陀佛 不是 阿弥陀佛法书上 不能说这不是佛所说之法 但是这是方便法 不是究竟法 是方便法 方便法 三空 空明 空色 空碑地 然后 此身功德圆满 是成佛 你要有幻身 除了肉壳身 在帮友情众生之外 你要有元神身 欲神身 圣神身 要练出五岁同身 金刚不坏身 圣阴身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一改自己学佛的这个观念 蹉跎岁月浪费光阴的观念不能再蹉跎 不能再浪费时光 用三空力 好好地 做 每一天的 事情 把每一天的事情都化成空明 空色 空碑 通过你做工作 做事情 来与众生结缘 来自觉自己的空明 觉醒众生的空明 所以我们赠圣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大家一定在这个里面 真正发心度众生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那么我们今天待会要用的仪轨 叫地藏颤 地藏颤 是引导着我们自己 过去的七世父母 和所有的列祖列宗 还有今生的父母 以及九族 以及列祖列宗 和六道众生 以及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列祖列宗 一起 来修地藏颤 好好做一次深度的反省 深度的颤悔 那么我们无始节以来 造罪了无数的罪业 所以是 再大的罪业 都抵不过一个忏悔 我们只要真心忏悔 所有的业障 都瞬间会消化成空明 和我们相连的无数的众生 无数的众生的怨恨 在我们空明之下 可以觉醒他们也得到空明 让他们也觉醒自己原本是如来 这是我们能空掉自己业力的根本原因 你有一个讨债鬼天天跟着你 终于这个鬼自己发现自己是菩萨了 他觉醒了 哦 我原来我是菩萨了 那他就不再做讨债鬼了 他又做成帮忙你的菩萨了 因为他菩萨还行讨债的 菩萨都不行讨债了 他发现自己是菩萨了 他之前是天天跟着你要债 要债要债 现在是一看你很痛苦 他不但不讨债 他还给你钱 因为他是觉醒了 说菩萨 这个力量是谁做到了 是你让他觉醒的 功德力 当然是你说你受到善报了 原来的讨债鬼变成菩萨了 给你钱了 变成财神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道理上 要懂要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觉醒所有的众生 觉醒所有的众生 当然包括你的冤亲债主 包括你所有祖先和过去七世父母的冤亲债主 这些都觉醒成菩萨了 你一个人的修行力 加上这么多菩萨的加持力 你怎么会这一生不成功呢 灭定业真言 为什么可以灭定业 它粉碎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粉碎自我 粉碎虚空 粉碎一切友情 将一切的万法因缘化成空 因缘空了 万法何在 万法不在何有业力 所以大家在诵读 念诵 唱诵 灭定业真言的时候 要观空 观自己是空 明无人无我的 也没有众生了 当你没有自己的时候 你哪有业力啊 没有一个体了 业力 负在哪个地方啊 你执着有一个自我 有一个自我的身 有一个自我的灵 有一个自我的心 那当然就有讨债的 你没有了 你都变成空明体了 哪有讨债的呢 向谁讨债 你没有了 他向谁讨债啊 这是灭定业真言的核心 不是唱着好听 不是唱着变数 是每一字都空 每一句咒都空 维持在空明体里面 生起亏空悲大悲心 流转 觉醒众生 自觉觉他 所以这个地藏法会 是十分殊胜的 待会儿呢我们按照仪轨 来做大概两个多小时的仪轨 来举行一场这样殊胜的法会 来自立利他 来利乐友情 开示的部分 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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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